请大家一起恭敬合掌 千层恭请圣尊为一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始 谢谢 敬礼两名和尚 沙迦尊空上司 十六世大宝皇王卡玛帕 图灯大吉上司 敬礼谭承三宝 敬礼父母主尊 南无千手千远观世音菩萨 祈请千手千远观世音菩萨 千手扶持千远观照 让这一次的附魔一切吉祥圆满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吉祥 刚刚好像是断电 那么网路有没有还好好的吗 网路没有啦 网路还有没有 网路还有没有 网路没有啦 网路没有啦 那这样轻松一点 今天网路没有表示呢 有一位射箭的同仁 他特别写来封射箭 他说他今天下午三点的时候啊 他要看网路 他要看网路 因为他射箭 他希望射箭在网路上啊 给他指点一下这样 现在网路没有呢 那表示你没有呢 他这个射箭是这样子的啦 他是这样子讲 东也没有 东也没有 西也没有 南也没有 北也没有 什么都是没有 所有一切像都是没有 什么通通都没有 所以呢 网路也没有 你说网路没有啦 你怎么能够 算是这个 算是射箭射中呢 又有啦 又有啦 对不起 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个射箭的这个 讲说 这只是荧幕而已 没有网路 你跟我讲说有网路 现在又讲说 只有荧幕没有网路 好啦 不管啦 总之 这位射箭的这个 这个朋友啊 他意思是讲什么都是没有的 所有的像通通都是没有的 那刚好我们昨天晚上不是讲了吗 无像诵吗 说 你讲无像 也是不诵 还没有达到开悟 你说什么都没有 事实上也不是开悟 事实上也不是开悟 因为你没有集中中心啊 你说十像都没有 昨天晚上有讲到十像 那十像 所有的十像通通都没有 那么 这位朋友也是这样子 他射箭的时候是讲说 东也没有 西也没有 南也没有 北也没有 反正什么都没有 如果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 就算射中红心的话 很多人都射中 你讲一个无就可以了嘛 无 那就可以了嘛 但是你没有集中那一点 忠心的那一点 你没有集中 所以不算开悟 还差一点 什么都没有 是一切的像 什么都没有 叫无像诵 可以讲什么都没有嘛 也可以讲 但是你没有讲出他的重心 这是六祖会能写的记啊 这个菩提本非树 明镜一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裸尘埃 这个就是讲无啊 就是讲无啊 你说什么都没有 那跟六祖的这个记 是一样的 无像诵 无像诵也是六祖讲出来 什么都没有也就是无像 但事实上你的重心没有射中 你只是射在这个千千里面 所以还没有开悟 还需要给你点播 还需要点播的 这是这位朋友射箭啊 他说他要看网络 给他射中网络了 网络没有了 那么我们今天讲第九章 本尊修法仪轨 这是讲解喜金刚的仪轨 其实前面的所有的前行啊 我们每一个仪轨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所有的前行的仪轨都是差不多 这里谈第八项 送高王观世音真经 好我们每一个仪轨里面 差不多都有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修每一次的法 都有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因为我第一次啊 在得到这个感应了 得到感应了 那么被这个 瑶什金姆带到这个 天堂 带到天堂去 又带到地狱去 那从晚上九点睡觉 一直到那第二天早上的九点 那么很 这么几个小时之中啊 既然去游了天上界跟地下界 全部都游过 那我得到我第一次的感应就是由天上界跟地下界全部都去游过 那游了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很奇妙 当然 由 遇到感应的地点 就是在台中的益房宫 台中益房宫 那时候台中的益房宫啊 他的住持啊 益房宫一般来讲起来是属于道教的 那益房大地的庙是属于道教的 但是住持是一个和尚 叫 施肺能 肺灵 施肺灵 肺呢 是知肺的肺 灵 是灵感的灵 施肺灵 那么这个和尚 他在益房宫里面 我就有一次问他 我说你 你是一个和尚 那为什么你要住在这一般的道教的庙里面呢 当时他回答我是这样子讲 他讲说 虽然我是一个和尚 应该恭敬三宝 但是这个庙里面啊 同样的益房大帝的庙里面 虽然益房大帝是主尊 但是还是有三宝 同时他也很尊敬益房大帝 他很尊敬益房大帝 所以他认为 他在益房庙里面是可以 是 是可以的 这样子 那个益房庙里面有供瑶池金母 我就是台中益房公 我就是台中益房公 瑶池金母 帮我这个 让我开我的天眼 然后去看天上界跟地下界的 这个是在很早以前的事情 差不多 我以前 我对于这个 过去啊 这个时间啊 都没有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25岁26岁吧 反正不是25就是26了 不管就是有这件事情就对了 那么我在益房公啊 的所有的经典里面 这个施费能呢 他拿给我一本经典 这一本经典呢 就是高王观世音真经 我这个人很重视第一次 很重视第一次 我不忘本啦 第一次我特别的重视 特别的重视 他拿给我这一本经典 就是高王观世音真经 高王观世音经 就施费灵 他给我的经典 我在益房公看到的经典 高王观世音经 我拿回来我就念 那么这一本经典呢 我很喜欢 但佛教界是有人批评这一本经典 是有人在批评这一本经典 认为这一本经典 不是释述 不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所以不能冠上 佛说高王观世音真经 不可以 不能每一部经典呢 大部分都是什么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 波业波罗蜜多心经 佛说 金刚经 这个佛说大波业经 这个佛说都可以冠上 所有的这个经典呢 释迦摩尼佛讲的都可以冠上 这一本经典不能冠上佛说 因为这一本经典呢 是做梦了 做梦得到的 做梦 所叫梦寿经 梦寿经是梦里面传授出来的经典 那么很多人批评这一本经典呢 有些和尚他们是比较 就反正是释迦摩尼佛的经典 我们才可以送 那么这一本高王观世音真经啊 不是释迦摩尼佛讲的 所以他们就拒绝送 而且有批评 但是这一本经典呢 的来历很早 差不多在位的时候啊 位的时候 位国的时候就已经在流传 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非常的盛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本经典非常的灵感 有感应 那么我看了这一本经典以后啊 我发现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他教你 归佛归法归身 第一句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身 念的是观世音菩萨 然后再来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身 就是三归一 佛教都是叫人家三归一的嘛 一点都没有错 再来一个重点 以佛有言 以法相应 有言佛法 这一个有言佛法就是教你 归佛归法归身 你跟佛法有言 常乐我尽 常乐我尽 有言佛法 常乐我尽呢 这四个字啊 是佛法的重心 那么这 这个也没有错 波叶波罗蜜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是大神咒 是无等等咒 无上咒 无等等咒 波叶波罗蜜 本来波叶波罗蜜 本身就是无等等咒 这个也没有错啊 我看啊 这个第一段的重心呢 根本就是 高昂观世音真经 来讲起来一点错都没有 再来就是 啊 近光秘密佛 就是佛号了 开始就是佛号了 一直到要师流利观王佛 普光功德善望佛 善助功德保王佛 这个全部都是佛 佛号全部在念佛 而念佛 一点错都没有 再来呢 念过去七佛 未来行戒千佛 千五百佛 万五千佛 五百花圣佛 百一金刚藏佛 定光佛 这个都是原始佛 这是过去七佛 未来贤戒千佛 这个哪里有错 全部都是念佛 再来也是念佛 六方六佛名号 也是念佛 接着念呢 他的程序 佛出世间 无量出佛 无量出佛出于世间 在释迟 在释迦摩尼佛之前 有多宝如来 多宝佛 释迦摩尼佛 未来佛 弥勒佛 东方佛 东方佛 不动阿出佛 东方佛 再来是阿弥陀佛 全部都是佛号 都没有错的 六方六佛名号里面的佛 都是很尊贵的 就是六方六佛名号 全部都是佛号 全部都是佛号 再来呢 他教你 和一个重点 你念这个经啊 能灭生死苦 消除诸毒害 这两句很重要 所有的生死的苦 能够了结 一切毒害 都能够消灭 接着全部念 菩萨的名号 高王观世音 高明观世音 开明观世音 这些四个观音 然后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文殊普玄 这个虚空场地藏 还有两个特别奇怪 清凉山 他提到清凉山 清凉山亿万菩萨 清凉山有亿万菩萨 你知道清凉山是这样 在佛经里面唯一有的一个山 就是清凉山 就是叫五台山 中国的五台山 在佛典里面有 其他浙江普陀山 这个九华山 这个九华山 地藏菩萨的九华山 普方公的那个山王佛 这个本身来讲 这一尊佛 也是很微妙的佛 能够在高王经里面出现 也是特别微妙 接着啊 他又有七佛灭罪真言 你华に佛地 理佛地拘狙跃奷 祢 both 彼佛地拘狙跃ア 真正的圆版的高王经 里面还要奉请八大菩萨 观世音 文殊 普贤 地藏 弥勒 西空场 金刚手 除盖章 这八大菩萨他都有奉请 所以高王经呢 我不认为他是一本 只是一个梦寿的经典 不可靠 我不认为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佛跟菩萨的号 全部都是佛跟菩萨的号 你念了 其中有一句 无量诸佛 所有佛号全部念 八大菩萨等于代表 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哈萨 全部从中在里面 这个普光佛化圣菩萨 这一尊这一尊菩萨 他的名气 他虽然排在最后一尊 但是他的名气 统设所有的菩萨 据我所知 他虽然排在最后一尊 垫在最后 等于是所有一切菩萨 化圣菩萨 一切菩萨全部通通都出现 全部化现 所以这一本经我看了 然后呢 我也请示了 他认为这一本经的感应非凡 所以我们生活中一定要念这一本经 也是我拿到的第一本经典 那么念佛 念菩萨名号 还有念咒 七佛灭罪真言 七佛灭罪经言 七佛都是过气七佛 过气式的七佛都在里面 灭罪 所有的重罪都能够消灭 而且高王经的回向里面有 念满一千遍 重罪皆消灭 然后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同盟 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念到多有感应 很多人都有感应 所以这一本经典不能忽视 也不能够毁谤 我看以前有很多人毁谤啊 也有人毁谤这一本经典 不是佛讲的 当然不是佛讲的 这个是正确的 释迦摩尼佛便没有讲这一本经典 但是呢 这一本经典 切实的感应连连 能灭生死苦 就能够解脱生死了 所有消除一切的毒害 一切的毒害全部能够消除 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说能灭生死苦 消除诸毒害 我就拼命念 我本人有没有感应 也有感应 我有一次大灾难 有一次大灾难 我只念满了 我也念满了 我不知道念满我多少遍了 不止一千遍了 我总之我把它念满了 奇怪啊 那个灾难啊 本来是有的灾难 不可能消除的 不可能不可能消除的 它消除了 一般来讲啊 这个能够消除灾难啊 这个很奇怪 这个灾难啊 也不算小 也不算小 也都是 这个灾难啊 是有注册的 灾难是有注册的哦 奇怪啦 怎么 师尊的灾难是有注册的 就是说 已经给你注册了 你有这个灾难了 但是我就拼命念啊 我相信啊 能够消除诸毒害啊 能灭生死苦啊 消除诸毒害 拼命念 拼命念 拼命求 拼命念 那时候还 还在求 没有说无求 拼命求 拼命念 也奇怪了 这个有注册的 就变成没有了 你说 你说 骑不骑 那真是够急的啦 既然骑 大家都要念 很多人啊 也有像那个 有几位比较 知己的这个 同盟啊 他是这样子讲 自己的这个同盟啊 他就 师尊明明有这个灾难 怎么搞的呢 突然间 什么都没有了 要解除了 散了 高王观世音真经的厉害在这里哦 真的是很奇妙的哦 不能讲 不能讲 因为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因为这个奇妙啊 所谓你们一定要念 念满一千遍 所有重罪啊 都会消除掉 谢谢 师尊本身来讲起来 一生当中的灾难也不少 一生当中的灾难也不少 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这个 没有犯法 我现在也是良民 良民 我从台湾到美国来 要申请利卡 那时候要有一个证明 叫良民证 良民证 良民证表示说 你从来没有犯过法 我来美国的时候是38岁 38岁 那我是带着良民证来的 那个应该知道吧 要申请良民证嘛 那申请良民证表示说 你在38岁以前 你没有犯过法 那就靠着良民证 良民证来申请 这个Green Card 这样 那么申请利卡 也很多奇迹的 就是念高昂观世音真经 念念念念念念 申请利卡 念念念念念念 念个不止 我申请利卡 他们知道的 连那个移民 移民律师 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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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yal 你们现在在办的 还是亨利 Loyal 亨利 Loyal 在办利卡 他是移民律师 我给他申请 他给我寄出去 寄到那个利卡的中心 申请利卡 寄出去 这个利卡 十一天就准 十一天 从来没有人 十一天就准了 那个亨利 Loyal 看到十一天 他讲 crazy 他讲 crazy 十一天就准下 利卡号码 什么都有 因为他申请 寄出去 用平信寄出去 一个礼拜 才会到 这个一到 那个申请利卡的 不知道有多少 你知道吗 那时候申请利卡的 很多了 每一个人 现在申请利卡 都要好几年 以前也是 也是要很久的时间 都要算夜 算年的 但是我那一张申请表 就放在那个官员的 飞到官员的面前 本来要放在最底下的 结果他放 他忘掉 迷迷糊糊 拿到第一张来 放在上面 然后他去睡一个觉 第二天醒过来 他就帮我签 第一张 然后呢 本来用 平信回也要一个礼拜 平信回 一个礼拜 不是说 隔一天就到的 他用最快的信 快信回 他要拿 浮里浮图 拿一张最快的信 然后就利卡号码 打一打就放进去 然后轰起来 就把它寄出来 他亲自骑脚 然后车去寄 你说那一个平信 要记七天才到 第八天 第九天 让他写好 隔一天 翁过来 就到我的手上 准了 而且有利卡号码 十一天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你问联火 这个联士上师 是不是十一天 你看他们都可以证明十一天 我申请利卡 只有十一天就准了 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申请利卡的第一次 第一次都是很重要的 我这一生当中 我常常讲 我没有放过法 我连开车都很标准 速度都很标准 这个太标准了 所以开车的速度太标准 经常给人家后面按喇叭 连高速公路开车都很标准 人家8888就给你超车过去 所以我今天 连一张交通划单都没有 在美国开车开了三十几年 三十年 连一张交通警察的罚单都没有 一张都没有 我没有犯过法 没有进过法院 就是有宣誓利卡 宣誓公民的时候 Citizen宣誓的时候有进过 一次法院 以后就没有了 当然你没有经过法院 也不会进监牢 监狱也没有进去过 所以我常常讲有三步 我有三步 不犯法 这个不入法院 不入监牢 这叫我自己的三步 跟这个台湾的四步 没有不同 这里有一个监狱的 有一个妻子到监狱去探望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在监狱里面 这个妻子就问她 这个亲爱的 你在这个监狱里面过得怎么样啊 那个丈夫就讲 跟在家差不多 哪里也不能去 哪里也不能去 这个煮出来的火石啊 也糟透了 这个丈夫啊 跟我是差不掉多少 如果上级长官在的话 我是不敢讲 哪里也不能去 火石也糟透了 我们最好啊 我们每一个这个行者 都不要到法院去 最好都不要进去 也不要有诉讼 那么也不要进监牢 我们行者 这个牵手牵引观世音菩萨保佑 高昂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都不要进监牢的 这个念高昂观世音菩萨保佑 真的很有效 真的很有效 很灵感 所以大家一定要念 我念了很多次的 很有感应的事情 在我身上发生 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感应的事情 在你们身上发生 这高昂观世音真金 跟我们生活中很有言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拿到的经典 也就变成了 所有人要送的经典 所有生活中弟子送的经典 这个都是有关联性的 有关联 有关联 师尊跟姚思金母的关联 师尊跟高昂观世音真金的关联 都是有关联性的 师尊今天能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在这里说法 全部都是关联着高昂观世音真金 关联着姚思金 全部都是有关联的 关于这个关联方面 这里有一个母亲带着小民去听这个音乐会 那么小民呢 对那个站在那边拿着一个棒子的指挥的 很有兴趣 他拿着棒子 他一面听这个交响乐 一面看着这个女高音在唱歌 一面看着那些乐队在演奏 他小民很想找出这当中的观念 然后他就问他的妈妈 他说中间站着那一个叔叔啊 为什么一直拿着棍子下那个阿姨 他妈妈回答说 没有啊 你为什么说那个叔叔下那个阿姨呢 因为啊 他的棍子挥着要打他的时候啊 那个阿姨马上就尖叫 这个就是关联了 这个就是关联性 那个指挥啊 哪种指挥棒 一挥 就是 就是要叫那个 那个拧高音就开始唱 就开始唱 一停 一摆 一挥 一停 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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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是不知道怎么飞呢 但是他就有关联性 指挥着 棒子 跟那个拧高音 就是有关联性 就是有关联性 今天我们的高音观世音真经是怎样 彻舍 嗝 cavalik 这叩 身佛佛 卢实尊 高王观世音真经 让我有感应 这高王观世音真经 好像是指挥棒 他一指挥 哇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所以我希望 每一个生活中的弟子 要多送高王经 多送 大家每天都要送 都要送高王经 因为高王经让你的感应 很快就出现 你有什么事情 你求高王观世音 他就会有感应 其实高王观世音真经 观世音是连锁店的 连锁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 白衣观世音 准提观音 码头观音 夜衣观音 白衣观音 慈子灵观音 好像开连锁店这样子的 虽然全部通通不同 但是他观音的感应的灵力 他的力量 他的法力 全部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念高王观世音经 也是等于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在我们的身上 非常有效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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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